把我们好的东西和我的同胞们分享 是一个很重要的付费规律 要叫真理 像火花一样 不然 我的动力来自疾病 对生命的威胁 我是一个胸肺科大夫 现在比较重点的一个研究的项目 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因为这个病现在是涉及到 差不多中国接近一亿人口的一个大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它最大的困扰就是呼吸困难 特别活动以后 接不上气 就是走快了以后也是 到最后就坐着喘气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它是一个慢性气道破坏的一个过程 包括小气道 包括肺泡 这个破坏的过程 慢组肺危害老百姓很严重的 目前单病种是第四个病 第四个大病种 第一个病实力是脑足中 脑出血 第二个是缺血性心脏病 第三个是肺癌 第四个就是慢组肺 单病种死亡最高的 凡是有慢组肺来找大夫的 都是自己感觉到活动以后起初比较明显 赶公共汽车也赶不上 特别是上楼梯觉得气不太够了 这个时候才来找 应该已经是一个中重度了 所以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办法也不太多了 一旦发展那个阶段 那劳民上财 这全家都受不了 他就传不了气 自己很痛苦 全家也没什么办法 比较重的病人在晚上 全世界都是用低流量的吸氧 提高它的存活率 以及提高了一些生活质量 但是我的感觉 没有多少办法 用点支气管舒张剂 用点什么减少罚作 将近四十年 整个的慢性主宰性肥疾病 尽管是发展了很多新的药 这些新的药呢 顶多就是对病人 这个气道阻塞稍微缓解一点 所以真正的愿意搞慢阻肺的不太多 是不是我们的思考这个问题 或者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不大对头 这个等一会 这个老关的 有些东西呢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为什么不能像高血压糖尿病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呢 这些慢性病呢 早期干预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极为重要 偏偏偏就是慢性主宰性肥疾病 都是要等到晚期 有症状才来看 所以实际上这个研究的方向走向了一个死胡同 所以现在需要及时的治疗防患于未来 这个是最重要 健康中国2030呢 我体会它里头最核心的一句话 就是在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里头 要注意一个转换 就把以治疗为中心 转换为以健康的中心 这个干预的位点要前移 前移到前面 要让大家懂得它的后果的危害性 完了再早期接受治疗 而且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 这个才叫做战略 这个数字好像太少了 原来他说有一千多 我看他就写了只有一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这个没有理智性 记得了 主要就是进行一个医院地方的交流 那我哪里有什么 接着他来了一个空外科主任 来了两个科主任 是呀 所以来自政见一件 就是说 希望我们无双加割合作 唉 几分钟就有了 那只得了我安排好很多医院的专家 唉 要说这个 我说不出什么 说什么呢 主席的循述就是作为一个前辈 一个专家 你不可能在医院等他们来 所以一方面要找到他们 另外一方面要想办法和我们的当地的卫生部门 还有街坊啊什么一块共同的说服他 说服他 什么呢 就是说你该用药了 那么我们要有一些办法来检验是不是用药 那 OK 可以 好 可以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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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等一会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难做 所以我体会到国际上 这么长时间都没人做 没有人这么做 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难度很大 去年底吧 美国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 还是说就是在没有症状的人群里头没有必要做筛选 也没有必要做干扰 我们是首先一个就是在社区在农村的社区就普查筛选出来有慢足肺的病 靠什么呢 高血压是靠两血压 糖尿病靠测血糖 慢足肺靠什么 靠肺功能 我们还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 包括在整个社区改善空气环境啊 还有就是减少吸烟啊 另外呢在越北地区啊就改变那个烹调的燃料 原来都是用那个柴草一屋子烟 后来呢就跟当地政府合作用垃圾 这个产生朝气用朝气来烹调 那就好多了 经过一段努力后 这个慢足肺的患病率减少了 那个肺功能的下降也减慢了 所以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呢 我们就大胆地想做这个研究 我和我们的团队组织了很大的一个小组 而且和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同时去做 我们要做双盲的观察 观察两年 大家都用药 但是医生跟病人都不知道用的是治疗药 还是用的是安慰剂 这样出来才具有说服力 所以经过两年以后开盲以后 我们就非常高兴地发现了 越是早期你给它干预 它的肺功能改善得越快 其中有一部分它的肺功能恢复到正常 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全世界 在学术界特别是临床这个顶尖的杂志 新英格兰杂志会被发表了 发表中国的研究结果 这个是说明我们早期干预效果是很好的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起了点促进而已 我的动力来自哪儿 就是疾病对人的生命的威胁 从13、15开始吧 政府的卫生工作行动计划里头 就有把在基层要开展肺功能的普查 我们这个方向现在想对了 假如说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改变整个中国的对曼祖辈的防治的战略 在中国实际上比较成功 我相信也会引领全世界 改变整个世界的曼祖辈的防治战略 我们希望坚持这个政策防治 我大概我估计还能活到那个时候 这个门老是关的 当医生或者本身就是如何对待人们 希望他们健康 有一个病人从很远来 是一个小女孩 我们给她做了一个 就是肺里头很多很多很细的 小点状的一些病变 病人没什么太多症状 就给她用了一些药 我说不要紧这个病人 我用一些药能好转 但是经过一段用药 她恶化了 后来再经过一些检查 发现她痰里头有结合菌 尽管这个女孩子后来好了 经过一段治疗 各方面恢复了 而我用这个药是正好会使得结合恶化的 方向完全错了 诊断错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 是在哪边呢 21号 在那边 好好 杨红 好 挺高的个儿 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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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年轻的我们一定多找几个专家 全国 各种各样的 大家都来综合的分析 学习是我最重要的了 因为现在我遇到的问题 很多都是未知数 像每个星期的网络查房 这个我们查房的病人不是教学 不是说已经知道它是什么病 我要跟大家讲怎么思考 而是这个病人进来了以后 有很多疑难病人来了以后 检查都出来了 但是还不知道是什么病 拿出来讨论 我也不知道 所以每次对我来都是个挑战 都得要学 今天我们是有两个病例讨论 呼吸科的医生 应该对肿瘤的治疗 特别是肺癌的治疗 也应该比较熟悉 现在我看门诊也是个挑战 都是很困难的 病人 我还得去学 科研就更是这样了 所以像这次要全国的呼吸大会 我讲的题目是大数据 还有人工智能 最大的希望不要满足现状 要不断地探索 年轻的医生是永远不要满足 不要满足于现状 我们中国的病人太多了 病种太多了 所以很多是没有被发现 所以我们要发现 我们要定义 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一方面当然是传授 但是很重要一个就是发现 还有创新 我想对医生来说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 才能够进步 中国的医学才能进步 我曾经在2004年 因为透支得太厉害 得过一个比较小的心肌梗屎 放了一个支架 所以每个星期大概有两三次 包括慢跑 单双杠 室内划船 等等这些 使身体能够始终保持一个 一定的强度 我能够做工作吧 我父亲跟母亲都是医生 父亲很少说话 但他一般说话都有证据 我记得有一年是1969年 我们遇到一个孩子 这个尿血很厉害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结核的病人 他问我一句 他说你怎么知道它是结核 所以这句话就问住我了 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过 你凭什么说它是结核 因为尿血是很普通的 它可以是膀胱的炎症 可以是结石 当然也可以是结核 那你得有证据 我的印象很深 75岁的时候 他想写一本书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整个的医疗技术水平 还有设备都很落后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 对大多数的儿科医生来说 能够通过症状体征 能够大致判断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做一些简单检查 能够对它进行治疗 所以书的名字呢 就是儿科的症状学 父亲的眼睛不太好 我母亲也在那个时候去世了 我说你这个年纪大了 就算了不要写了 他说不写让我干什么 让我等死吗 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人家上图书馆 最早去最晚出来 他就在那 在这用手写 手写 他因为两个眼睛有俯视 就是看东西看两个 看成两个 所以他常常就 就是捂着一个眼睛来写 有时候累了 就捂另外一个眼睛写 他这本书写了四十多万字吧 几十年的积累 他要给儿科留点东西 父亲给我留过一句话 他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东西 那他算没白火 跟电视电影比起来 我更喜欢舞台 我是属于舞台的 我是属于云台的 我